綠色和偏黃色的麵條光是顏色就很吸引人 放進滾水中只要煮上3到5分鐘 空氣中就可以聞到一股酒黃的清香 拌上花生油就可以使用 吃到嘴裡也是滿滿的酒黃味 這個麵跟我們一般麵條的吃法是一樣的 最簡單的因為你要嚐到它酒黃跟韭菜的味道 所以我們的建議就是說 你水滾了麵線放下去大概煮個3到5分鐘之後撈起來 用我們清水在地的土豆做的土豆油 你就會吃入它很好的一個味道 正麵條正是清水農會新研發的酒蘸麵 因為清水種植酒黃麵積有60多公頃 是全台麵積最多地區品質也最佳 為了開發韭菜的附加價值 因此農會精心研發 將5%的韭菜或韭黃打成汁之後 和95%的麵粉和在一起 製成全台唯一的韭菜麵 推出新的產品 就是由我們酒黃跟韭菜研發出來的酒蘸麵 那我為什麼要研發酒蘸麵呢 因為酒黃跟韭菜一向在食療方面都有很好的效果 可是一般大家要買或怎麼樣不太容易 所以我們就把它做成麵線跟麵 那我們取酒蘸的意思就是說 大家可以去好好的意會一下 那這個麵條做好之後呢 我們目前的比例大概就是95比5的比例 那我這一次推出是純粹做推廣用的 所以我們不賣 農會也提到酒蘸麵口感香Q又有濃郁的韭菜味 既營養又美味也能幫助農民增加收入 由於第一次研發成效良好 因此清水農會將再多次試驗 確定品質有保證後 酒蘸麵將正式上市搶攻麵食市場 記者中文會 台中文網報道